OK,那接下来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我们第一个问题 我如果今天希望,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那每个月的第一天,其实呢,特别注意 在Excel里面的日期,它这个格式还蛮特别的 这个格式,虽然你看到的在这边是有年有月有日,中间加斜线 但是实际上存在Excel里面真实的存在 真正,叫做RAWDATA,原始资料的话按右键出生格式 那所谓的原始资料的话呢,你可以改成通用格式 它这边会出现是什么,42005 因为你讲说为什么42005 其实跟各位讲,在Excel里面1900年的斜线1月1号 这个的话呢,就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Excel里面日期的第一天 所以你把这一个1900年1月1号,把它右键出成格式 假设你不要给任何的格式的话 它就会出现1 那如果你要下一天的话,其实就是意思是说啦 1900年的1月2号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2啦 也就是,其实它 那这个日期的话呢,其实就是这个数字怎么来 其实就跟1900年1月1号相比的话呢 差了这么多天啊 那这个是第一天嘛 OK,那如果跟1900年比的话 实际上好像先相差142004吧 因为这个是第一天 就相差这么多天 那如果格式化的话呢 那你会想说它为什么会显示出来是 有年月日的状态 因为喔 它有时候会帮你 侦测 如果你确定这个 这个是个日期的话 自动会帮你把它改成 有没有 一般是标准是这样 年月日 中间加斜线 那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日期格式 OK 所以喔 以后你如果输入 日期的话 我是建议啦 你用西元年会比较标准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美国人设计的啦 所以基本上用西元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你要用那个民国年的话 除非说你用繁体中文版 如果你不是繁体中文版的话 很抱歉 没办法 因为全世界只有繁体中文版才有民国年 OK 那这一道题的话 首先我们要自动加一个月 不过加一个月之前 可能你会想说老师为什么 你不是说原始的格式是长这样 那为什么这边会出现的格式 它跟原始的格式不同呢 那为什么它可以变成民国年 然后呢 斜线改成点 然后呢 月跟日不足两码 自动补零 后面再加上周期 那这个地方怎么变出来的呢 跟各位讲一下 首先呢 第一个 除了格式的话呢 预设我们先把它改回来 假设预设 日期 假设原来是长这样 OK 那如果要改的话 其实可能还是要分几个阶段玩 第一个的话呢 按右键除了格式 如果它当然 第一个 改 就把什么呢 把 这个 日期格式里面 原来它是七例 改成中华民国例 这个是第一个 中华民国例一定要改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 假设你没看到中华民国 你就不要改了 因为它你就没有 因为你不是繁体中文版 之前有同学常问这个问题 只有繁体中文版才有 如果没有 那没办法 你就不能变了 OK 所以 第一个我们这个有就改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会出现什么 有一个是中华民国例 那我们再改成 比较接近的好了 比较接近哪一个 当然我不是要民国啦 我要这个 有没有 这个 它没有点 那没有点怎么办 它只有101 然后斜线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我有 中华民国例 如果你没有的话啦 不然你就用西例去改好了 顶多是说 把那个斜线改成点 然后月跟日呢 自动补零 然后后面加周级 按年还是保持 7月年 没关系 那如果我有的话就改 中华民国例 改这一个 但问题来了 后面还有斜线改成点 补零 周级 那怎么改 很简单 勤力选选制定 那你会发现制定之后的话呢 也就是说以后呢 只要你的格式里面 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整的话 那你可以再点制定 那制定的话呢 第一个 把斜线改成点 那怎么改 很简单吧 把斜线 delete掉 改成点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斜线 把它改成两个点 那第二的话呢 就是什么 把那个 月跟日 自动补两码 补两码怎么办 记得这边不是mm m的话指的是月 所以就是 改成两个m 如果两个m的话呢 它会自动判断说 是不是两码 如果是的话 自动补零 那d的话呢 一样 就改dd 所以这个地方 斜线改成点 然后m的话 改成mm d的话改成dd 再来的话呢 周级 周级的话就刮弧 所以先加刮弧 刮弧里面的话呢 再加上三个a就可以了 a a a 记得一定要是小a ok 那就会 完成我们要的 结果啦 ok 有没有 民国年 当然如果你假设 没有那个 民国年的话 那没关系 你可以用 改成三个y吧 y y y 那就会是 西元年 然后后面都一样 ok 所以呢 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我们是 我有了 所以我就e 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呢 做完 我们就会有这个格式出现啦 所以跟各位介绍 跟各位讲一下有关 这个日期格式 背后的这个格式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我希望每个月 的第一天都帮我产生 那这里的话需要了解e-day啦 e-day的话其实喔 这边 主要是 假设这一天喔 我如果要 当天是什么 等于 等于就这一天 把这个等于 指向这里 当天是这一天的 2016年的8月16 那 奥运的后三个月 那三个月当然就是 年跟日不变 只有 8要加3 所以呢 如果8要加3怎么做 很简单 你就插入一个 这个日期时间函数 然后里面的话找一个e-day ok 那特别注意喔 e-day主要针对month啦 不过我觉得 这个函数名称取得 没有很好 应该叫 e-month可能会更好 因为这e-day 感觉好像是不是相差 几天 其实不是耶 应该是相差几个月啦 只有月喔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问两个问题 那你要以哪个 日期当基准 当这个 那相差几个月啊 相差三个月 按确定就ok了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 他相差三个月是自动帮你计算喔 反正他 到底是30天还是 31天 还是29天 他会自动帮你计算 所以那个部分你不用去 去理会他 然后呢 最后回来的你会发现他会是个数字 可是这个数字 假如说他没有格式化的年月日 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再到这个地方按右键出现格式 自己去找到一个合适的格式给他 按确定他就出现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用e-day的话 以这个当基准 加了 3个月 那你会发现只有变动月份的部分 那如果要前3个月的话 那一样嘛 所以其实前3个月就插入函数 那e-day 就以这个当基准 那前3个月就-3 按确定 他其实会自动帮你减3个月 OK 所以同样的道理 综合练习里面的话呢 如果我这边等于 以这个当基准的话 先插入函数 e-day 这个当基准 相差几个月呢 一个月后 1月1号 跟2月1号相差一个月 所以相差1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得到的就是这个数字 所以这个 应该等于是他加多少 加上30 加31吗 OK 1月份 1月份31天没错 然后按确定之后 他自动帮我把结果丢过来 那一样的道理 我做完之后 把它向右填满就可以了 那其实向右填满的话 因为向右填满的话呢 这个缆会自动加1 加 a会变b 所以 本来指向a2的 向右拉的话会变成指向 这个b2 好没有 OK 所以呢 如果你做完之后向右填满 拉到12月放开 那这个紧字号是蓝宽不足 你可以把这3到12月选起来 快点中间的任何一条线 让他自动调蓝宽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每个月的第一天就产生了 从1月 我看 1月1号 然后2月1号 一直到3月4月5月到12月那就没错了 而且格式里面呢 后面也会出现那个周级 那比较多同学常会问说 老师为什么你知道那个周级是3个a 那其实跟各位讲 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 你可以按右键出的格式 日期里面 各位找一下 这边应该就会有周级 那周级的那个后面的公式 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 没关系 选他就按自定 这边会出现AAA 有没有 那其实我是把 这个AAA 直接拿到那个 瓜糊里面 就OK了 不过这个周级 也有可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 假如是那个 繁体中文版 你如果 因为这前面如果假设有这个中瓜糊的话 可能会是繁体中文版 如果你假设会有 版本的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再改一下 这是习例 那理论上应该这个 习例里面应该有才对 因为他不是切到中华民国利 如果是中华民国利里面这些东西的话 那可能会不出现 也许你们再看看吧 就是记得 找到那个什么 周级 按自定 这样就OK了 把AAA放进去 所以第1个 先了解格式 第2的话 先试试看e-day 然后把e-day部分的话 向右拉 产生每个月的 第1天 那 再来的话就看 每个月的其他天 其他天的话呢 就是 如果要产生 1月份的话 那 1月1号有了 1月2号怎么产生 很简单嘛 把上面的日期等于 上面1月1号 再把它加一天就好了 那我刚刚讲过 日期实际上就是一个整数 那如果说呢 我就把它加1之后呢 那在格式的话 那应该就1月2号看一下 格式顺便放过来 1月2号出现 那一样啦 向下填满 自动把a2 有没有 这个地方不要锁 再 把每个 他参照他 下一个再参照他 所以向下填满 拉到32例的地方放开 1月到32 那再向右拉的 你会发现 一整年年历就出现了 但是 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每个月虽然31天的应该没问题 到底 可是如果不足31天的 像 2月之28天 等下他出现3个 3月份的 4月份出现了 7月份的话也是一样 不足31天的话 就会自动补一个 这边OK 9月份 然后11月份 有没有 如果说我今天 假设啦 你想说老师那可不可以 不要让这些出现 不要让他出现的话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你把它delete掉 问题不对 delete掉 可是如果说 你假设换了一个日期 假设2月是29天的话 不对啊 那会少一天 那怎么办 所以请各位待会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 让我判断 如果 如果呢 我 产生的那个月份 跟 下面的产生的月份 就是 我现在的储存格 跟我下面的这个储存格 的月份如果不相同的话 那就帮我把 这个下面的这个储存格 里面知道怎么样 帮我把它清掉 如果一样月份的话呢 就不清掉 那怎么做 想想看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然后把画面呢 再先 这个共用先停掉好了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呢